很多一开始百般不愿意做的工作 等到开始投入以后 往往会有不一样的体会 就像这个面摊的第二代老板 也是在自己当家掌勺后 也才慢慢地领悟到 一碗面的精神和灵魂 高雄冬天午饭时间 庙门对接的切仔蛋 面香炉香 肉香野菜香 连空气都是五香浇织的 碗里的肉灶清理醇芳 就是跟王昌之被化工行 推销的肉灶精全然不一样 我说我说自己用 没关系没关系 你拿回来看看 看你里面可以 我就回来 我就带回来 我就回来打开一看 那包肉灶里面是完全没肉灶 但是它那个肉灶味 真的香到你会怕 非常非常香的肉灶味 很真实的香 但是里面没有肉 比起许多老店王家的切仔蛋 41年 数字听起来也许不太年迈 但放进舌端的滋味 却像穿越一世纪 那么古早优远 尤其自己炒煮的 大骨汤加肉灶 那正是蛋仔面的灵魂啊 大火炒肉灶前 猪油是当下炼的 所以不会有坊间市面 那股酒放的腥味 绞肉部位用的是猪颈肉 然后葱干再结许下锅 每两天就得炒上一次肉灶的时刻 夏天灼热 冬天也少不了难难的预热 偏偏火不够大得炒更久 火候太旺了 肉又一定焦 所以一碗带载面的绝学 往常真是这么炉火纯青 用心血汗水光阴 才练出了精神 尤其是刚刚下葱干那个时段 那是真的是 就是这个肉灶的关键 你怎么讲 因为葱干它不够火 下去会没味道 过了火以后 就那个焦味就出来了 好吃啊 像它的米粉汤也不大碗 也不油 其实真的很好吃 你可以吃吃看 下高雄机场之后的第一站 拖着行李 搭着计程车来到这里 要上飞机之前呢 最后也是来这里 你说你吃这家吃什么 差不多二十几年 就是经济实惠啊 一般的 像我们这上班族的 收入也没很多嘛 大家这种教会都可以接受 经济实惠的切仔蛋 顾名思义是以切仔面做主食 再搭配黑白切的华丽装点 那变成了再丰盛不过的路边摊大餐 往场直接熟后的这一摊 本而比较像是黑白切的 2.0 3.0升级版 这家店是我小学四年级开始营业 那时候我十岁 放学以后你知道要做什么吗 切姜丝 切辣椒 切蒜头 你要帮忙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人家放学都嘛去完 我们都一定要回家 不要回来做这些工作啊 不然这些工作没人做啊 生意人家的子弟 年少时多多少少会有这股委屈 过年或节同伴们出游 自己却想关在笼里做苦力 盼到哪天有了闯荡的能力 怎么可能轻易回到牢里 其实应该说是很多家里 做生意的小孩子 看爸爸妈妈都是时间长 或是很辛苦 而且因为小时候一直都是接触这个 反而就不会想要回来接 可能就是出去外面社会历练以后 才会觉得说还不错 一开始都是会觉得说 我想要去做别的 别的事情 尝试不一样的东西这样子 其实二十多年前 王厂之原本在台中做防众业务 当时算是被父亲 半劝半强迫回来的 记得刚回高雄的前两年 他还很不甘愿 硬是在白天找了份正职 坚持切载单的部分 纯粹就是帮忙兴职 我在台中那时候是 父母亲去找我 说家里面几个档 那么大档你们回来够 你们爸爸身体没了 对吧 那时候讲说 好啊 没回来 好啊 那时候我回来后才娶我老婆 每天从他市场买回来的 如果说肉造是他一手 炒出的切载单灵魂 那么太太曾预期每个清早 从市场奔两趟才选回来的生鲜 大概就是老坛的气质了 活虾 鲁鱼头 炒蟹脚 当年的上班族女孩 其实是用年华 跟光阴大神典当来这一身厨艺的 一回来的时候就是帮忙 那时候都还是普普他们做 然后我只是就是在旁边看啊 帮忙端菜啊 这样子慢慢就是慢慢看慢慢学这样子 不会 很少啦 可能在家里偶尔就是煮泡面炒个饭这样子 会这样子而已 从一个连招呼客人都不太敢的小媳妇 到如今已经是每天一早 就要独当一面的老板娘 在曾预期身上 这或许又是个为娘则强的另类印证 刚来的时候都很不习惯 可能都会觉得你讲话太小声 客人听不到你讲话 就会训练我说你要讲大声一点 客人听不到你在讲话 就像你讲了他们 可能这一桌在讲话 还会喝酒很大声 然后你跟隔壁桌讲话 你没有大声一点 人家听不到你在讲话的 对啊 所以就会养成我们讲话越来越大声 老实说一路走到今天的切仔蛋 如果不是因为早期公公正值的风骨 现在夫妻俩经营的家业 可能就是羊肉摊 或者又是无限可能的发展 因为真的是羊肉没办法做 因为土厂羊肉没有办法 跟进口羊肉竞争 进口羊肉一大盘三十块 我们土厂羊肉一小盘三十块 然后相比之下客人就越来越少 对啊 那为什么不愿意跟进 他说 我爸爸不卖那个 他不敢吃 那时候我记得 我小时候我还闻过那个味道 他不是买回来吃 他是买回来看人家卖什么东西 他看一看那样东西又把它丢了 他说我绝对没买这个东西 不愿随波事快的结晶 后来就是这么一家 厉酒明星的海产坛 因为信仰它是食物的真实鲜美 所以足以些微的优雅调味 美好就足够飘三刀 每份记忆深处了 平平淡淡 真真实实就是好 它的东西都很实在 然后调味的东西加得很少 你可以吃到食物本身的那个原味 对啊 鲜啊 甜啊 这些都吃得到 所以我们最大的客户群 就在客人带客人 那是我们最大的看板 因为我们看板就在那边 有些客人 阿公带着孙子 爸爸带着儿子 然后先生带着太太或是情侣粮 来这边说 好 我四十年前来这里吃 我三十年前来这里吃 那个坚持就够味了 这样 对啊 谁说路边摊的质谱来粗寡俗气 瓦场质布也用坚持造就一场 有滋有味的书名文庄 我三十年前来这里吃